大家好,接着跟大家聊啊,刚才吃了一馒头,然后吃了点这个烧茄子啊 这个有无数的话题啊,很多话都要跟大家来聊啊 这个有的人说我这个叫什么,叫肚子里存不住话啊 是吧,也有人说什么,肚子里磨菜刀,内秀啊,我还真不是内秀 我就是藏不住话啊 自己把自己这个展示的比较多一点啊,就这么一性格,是吧 我觉得这自媒体特适合我,我在做这自媒体当中获得了大量的快乐 真的,这种快乐简直是,哎呀,聊聊什么呢 哎呀,我是特别喜欢蒙古民族啊,是吧 最近我也做了很多关于蒙古族的节目啊,也不是最近,一直在做 这个,想起来,我的一个老邻居吧,就是蒙古人,确切的说他是蒙古国的蒙古人 就是义和蒙古的乌鲁斯啊,义和伟大,蒙古的,蒙古的意思是白银啊,乌鲁斯是国家啊 他是,还不是这种蒙古国的主流,蒙古国的主流是哈拉哈蒙古或者叫喀尔喀蒙古啊 哈拉哈蒙古是四大部,是最大的部叫吐蟹吐寒部 后来太大了,清朝不放心,就把他们硬分出去一个,叫塞因诺言汉部,塞因,蒙古语好,吉祥,诺言,诺言就是贵族,好的贵族那个部 我之前在北京认识一个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的蒙古国的 他就是这个部的,塞因诺言汉部的,这个在外蒙古的哈拉哈的中央部位,喀尔喀蒙古的中央 东边叫车臣汉部,西边还有一个叫,我想想啊,吐蟹图汉部,塞因诺言汉部 还有一个扎萨克图汉部,是在西边 在西边,其实是科普多,唐努乌良海,乌里亚苏台,那一带 其实过去单有一个将军,清朝的将军,叫乌里亚苏台,乌里亚斯泰将军 在那一块,东边是这个哈拉哈蒙古 这个蒙古国的建立主要靠这个哈拉哈蒙古 也有内蒙古的蒙古族,到了蒙古国之后 他说呀,说外蒙古实际上不是一个蒙古民族的国家 是一个布族国家,布族就是蒙古人,蒙古族里边的哈拉哈蒙古 是以他们为主建立的国家 但是,但是在苏联时期 苏联人玩的招跟清朝对付蒙古的是一模一样 怎么对付呢,分而置之 你比如说,这个中苏关系 后来呢,中蒙关系随着中苏关系 因为蒙古是苏联人帮助建立的国家 还有大量的苏军 所以呢,中苏关系一冷却一敌对 中蒙关系也不好了 有时候中国人过境,打中国人,搜中国人 反正挺那什么的 后来呢,就是他不让主流的哈拉哈蒙古当一把手 苏联人,他们故意的让少数民族 就是蒙古族里边的少数族裔 或者叫少数族群 就是有一个民族,有一个部落吧 叫杜尔伯特,杜尔伯特 蒙古语的意思是四 杜尔伯特实际上是西蒙古 是叫威拉特蒙古 也叫俄鲁特蒙古 是原来叫森林之民 蒙古人是草原上的 他们原来住在南西伯利亚贝加尔湖周围的森林里 是被成吉思汗的大儿子叫卓赤 不是树赤啊,卓赤 蒙古语里边的意思是客人 因为他是他妈贝尔帖 被灭尔企人抢走了 灭尔企呢,今天还有 在哈萨克里边有一个部落叫 就是灭尔企人 抢走之后 他女的不杀 就让你再跟别人成亲 王昭军知道吧 王昭军就跟蒙古人的祖先之一的南匈奴 北匈奴有的时候逃到欧洲了 变成匈牙利的一部分 南匈奴赴汉 就依附汉朝了 慢慢慢慢的就农耕了 有可能跟汉人就通婚了 就慢慢就没这民族了 他嫁给王昭军 就嫁给这个南匈奴的一个可汗 或者是蝉鱼 蝉鱼 嫁给了这个人 这个人死了 嫁给他儿子 儿子死了 嫁给孙子 这个辈分这一说 在北方民族没有 几乎就没有 他们把女人视为一种财产 你到我这部落里 你老公死了 接着嫁别人 堂兄弟 亲兄弟 甚至儿子辈的 只要不是亲生的 你给我生孩子 因为人口少 是吧 他有这个风俗 包括满人 满洲人也有这样 所以呢 这个是着斥 又回来 回来成吉思汗 一点没有 就是铁木真 青哥斯汗 一点没把他当外人 那就是我大儿子 然后呢 还让他统兵打仗 还给他的后代 就是他的后代 建立的金帐汉国 就是俄罗斯这一代 统治了一直到 甚至连波兰 立陶宛 白俄罗斯 乌克兰 整个这一大片 对吧 所以蒙古人 他还是挺有胸怀的 他把这个血统 什么这个辈分 有些东西 因为汉民族 他是农耕民族 定居民族 他这个伦理 受这个孔梦 儒教 这一套 他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你别看长得有点像 实际上思维方式 从这个哲学观 是吧 价值观 人生观 完全不一样 咱们扯回来 又扯远了 回来说 这个苏联人 故意的 让这个杜尔伯特人 就是魏拉特蒙古 西蒙古 不是纯粹蒙古 是被蒙古化的 后来被称作 蒙古人的一部分 这一部分人 和中央蒙古 也就叫 也就是所谓东蒙古 或者本部蒙古 他们一直就有矛盾 矛盾挺深的 互相看不起 互相歧视 他就非让他当 就是这个泽登巴尔 泽登巴尔叫尤姆加 尤姆加泽登巴尔 另外呢 这一部分人呢 他们还有一个 共同的一个标签 就是莫斯科派 他们都是在苏联 受过教育的 而这一部分 在苏联受过教育的 受苏联的影响 控制很深的 蒙古国的干部 还有一个共同的特征 就是说大部分 娶的是俄罗斯媳妇 或者叫苏联媳妇吧 好像这个泽登巴尔 娶的老婆就是 莫斯科军区司令 还是莫斯科防空军司令啊 反正是个司令级的 他的千金 所以这就叫苏二代吧 不能叫红二代啊 就叫苏一代 跟苏联直接同婚 所以这一批人 他们的那个社交圈啊 他们也讲俄语 跟苏联人关系走得特别近 所以故意的分而置之 就让你国内闹矛盾 这样你不能形成合力啊 是吧 然后呢 说到这儿 这个 这个杜尔伯特部啊 其实传统的魏拉特 是杜尔伯特 这个土尔胡特 土尔胡特 还有荷说特 还有准格尔 实际上他们还有别的 嗯 还有辉特部啊 还有一个部落 就是我说的 我在北京这个朋友 他这个部落呢 这个后来这个准格尔汉国啊 强大了 格尔丹啊 什么策旺 阿拉普坦啊 这些人 他们强大之后 差点把清朝打败嘛 那个乌兰布通之战啊 赵姆多之战啊 康熙不都亲自 这个御驾亲征吗 然后呢 呃 他们也有很多准格尔 是魏拉特四部 里边后来最强大的 同时呢 荷说特占领了清藏高原 成为整个西藏的王 土尔胡特 当然不是纯粹的土尔胡特 还带了一部分 荷说特和这个杜尔伯特的人 他们就到了福尔加克下游 又建立了卡尔梅克王国 汉国叫卡拉姆克 卡拉姆克突厥语 分出去的人 建立了就是魏拉特四部 建立了三个汉国 挺厉害的 从清藏高原到新疆 到中亚到东欧啊 到福尔加克下游 很大一片 后来呢 他们也把很多部落 他们也异属 陈属 这些部落被他们所驱使 被他们成为他们的附庸 啊 你比如说土屑土寒部的附庸 就是布里亚特蒙古人 布里亚特蒙古人 就是在福尔加克 就是在贝加尔湖周围 那么当俄国人来的时候 他首先接触的 因为离得近 他们就是跟布里亚特蒙古人 接触的 但是布里亚特蒙古人 很快的就跟俄国人 搞一块去了 为什么呢 在蒙古 这个蒙古也是一个大的系统啊 里边分很多部族 包括查哈尔 查哈尔在漠南蒙古 内蒙古 就是最牛的 地位最高的 他欺负别人 是吧 我用欺负这个词 就非常的通俗易懂了 所以布里亚特人 马上就跑到俄国人那边去了 因为他也感觉到了 惹不起这帮人 这帮人一方面野蛮 一方面某种程度上 也代表一种更高级的文明 他们那会谁欺负他呀 欺负布里亚特的人 是吐蟹吐寒布 当然了 布里亚特人被正统的 被哈拉哈蒙古人 视为杂种 因为布里亚特人里边 除了有蒙古人的血统 还有厄温克人 就是通古斯人和突厥人 他是混的 是吧 所以就当然欧洲 欧洲各国之间 也有互相的歧视啊 世界各国都有歧视 对不对 人都觉得自己牛 都觉得别人不如自己 人很容易有这种心态 是吧 然后呢 我说的 这个 我在北京这个蒙古朋友 他是扎哈欽部落的 扎哈欽 是什么意思 守边人 就是给准个汉国守边的 他们 还有一部分人 就是比如说克尔克兹人 克尔克兹 克尔克兹呢 实际上是突厥人 但是长相和蒙古人很像 不是那种典型的白人 是那种南西伯利亚人种 几乎都是黄种人的成分更多 当然他在这里边又分很多部落 什么克普恰克 俄德格纳 冲巴厄士 萨特巴厄士 这分很多 然后还说有汉朝的降将 打败仗之后投降的 投降右匈奴的李灵的后代 也有 说里边黑头发 黑眼睛的 是啊 然后呢 那个帮人里边 这个克尔克兹人里边 实际是哈卡斯人 真正的克尔克兹到了新疆了 到了中亚 到了天山了 留下来的叫哈卡斯 他们 包括在新疆也有一部分克尔克兹 他们就叫做 就叫做叫卡拉木克 或者俄鲁特 克尔克兹 就是被俄鲁特人 被准戈尔人 所臣服的 所支持的 被他们欺负的 属于他们的那一部分人 这部分人 嘿 你看这克尔克兹人 不是伊斯兰吗 这部分人跟着蒙古人 信的是 信的是什么呢 信的是藏传佛教 就像有一部分突厥人 叫加告兹 在保加利亚 土耳其 罗马尼亚 加告兹人 他们突厥人 但是他们没信伊斯兰 他们信的是东正教 但是保加利亚人里边 保加利亚不是东正教吗 有一小部分 被土耳其人同化了 结果他们信了伊斯兰 这部分保加利亚人 保加利亚人 男的叫波马克 女的叫波马基亚 所以凡事万事都有例外 都不是绝对的 这个扎哈沁 就是给准个汉国守编的 就像当年 我想想叫阴山白达达 叫卡干达达尔 可能就是后来的密尔启 或者是瓦库部落 或者其他部落 也给金朝守编 后来不就跟成吉思汗 跟他们混一块去了吗 对吧 所以呢 来来往往 今天我跟你好 明天我跟你翻脸 是吧 这都是生活的常态 然后我说这个朋友呢 他就是蒙古人 他住在我们小区里 住在我们小区 然后我旺京那小区 住在我隔壁 我东边那楼上 所以他也说他蒙古人 我就跟他简单说几句蒙语呗 什么Tino Arter 是吧 这些你叫什么名 What's your name 就能聊一块去 而且我说你哪个部落 你是哪个Altok 或者哪个Imark 我一说就懂 他好像家就是蒙古和西部的 是隔壁阿尔泰省的 还是哪个省的 是吧 我一说就马上拉近距离了 这是一位女性 她呢 在美国 她后来移民到美国 她有一个中文的姓 姓裴 我现在忘了她名字了 然后 她由美国律师执照 她来中国了 然后这个人挺逗的 她嫁了一个美国西北航空公司 西北航空公司 如果用中文直接翻译 是北西 叫North West Airline 嫁了一个空哥 一个空中乘务员 一个小伙子 这个小伙子呢 是一个黑白混血 啊 就是 当然黑白混血 最后皮肤还是黑的 但是那个脸 是白人的脸 那种窄头型 我们黄州人是宽头型 白人是 像那种狼脸 他们是窄头型 然后他那个老哥们 他那个老公吧 也挺逗的 嗯 后来好像不干了 不当那个空中乘务员了 他们生了一个儿子 这儿子挺逗的哈 有蒙古人的血统 黄种人的 还有黑人和白人的 等于是黑白黄 三大人种都有血统 那儿子挺逗的 嗯 我跟他们结缘 主要是我搞那个夜委会 08年09年啊 为了阻止一个垃圾战的兴建 啊 我给我们小区 可以说挽回经济损失几个亿吧 是我连夜去发动的啊 反正弄了三天 我都病了 后来呢 他们也是挺喜欢我的吧 大家伙都挺喜欢我 然后这个两口子对我也不错 我记得后来我们筹备业委会什么的 还跟我们捐了好多打印纸 因为我们有时候要印一些东西什么的 捐了一些纸 呃 而且那男的挺好的 那男的有一次 呃 大家知道吗 就是有一个词叫什么 外国人替中国人报案 收费 因为有时候你丢了东西 你要是中国人报案 弄不回来 丢就丢了 是吧 大家我记得前些年有一个报道 说在武汉 一个日本留学生吧 丢了一辆自行车 全城的警察给他找 没多一会儿就找回来了 是吧 还有我们有一个朋友 在安徽还是江苏出差啊 这个有一出租司机 把他们家的那个 是一个女老板吧 半夜下了火车 还是下了飞机 那出租司机看他好像有钱 假装到加油站加油 然后一脚油门 把这人扔下了 把这个出租司机把这个 这个女老板车上的东西给开跑了 他可能认为有贵重的东西 结果一开始报警警察不理 后来这哥们拖了一个在美国的 在美国加州的华人 其实这人很有名啊 我都不说他名字 很多人都认识他 拖了这哥们 拖了这哥们 这哥们从美国打一电话 打到当地公安局一说 马上的警察那态度 180度大转弯 所以在中国大陆 真的中国人多憋屈 结果是你找老外 老外留学生什么的 帮你报警 能把你挽回一定损失 甚至全部损失 当然老外要挣点钱 对吧 这个事不是我编的吧 所以那会儿我们搞夜委会 我们有时候也求过他一次 他老公啊 他老公名字也有中文名字 M打头了 不说具体的了 M打头了 然后有一次我们到街道办事处 因为街道办事处明着说 支持我们成立夜委会 但是办出那事来 根本就不支持 完全是阻挠 说实话真的可恨 这帮孙子打他们 打折他们腿都应该 挺可恨的 然后我们就去了 我说你能不能去一趟 他说行 我们他说等会再去 好 我们就先去了 我们去了 可能五六个六七个忘了 当然后来也有中国人 也有我们其他邻居 也陆续的都去街道办事处 也去 然后他也去了 去了在一个会议室 我们正跟那个街道办事处 就是有点像吵架 唇枪舌剑 正跟那交涉呢 他进去了 他挺逗的 那人 那黑白黑白浑血 他也会说一些中文 然后就街道办事处 你叫什么 社区办 社区办那个科长吧 还是副科长 就反正一女的 一女的 后来是反正就不太配合吧 完了 这哥们说 我想知道你的名字 他想知道这个政府公务员 这科长的名字 那女的急了 急了 就我都没想到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急哈 因为他虽然是美国人 他也是我们的业主啊 我们成立业委会 理论上 这老外他可以参加呀 因为我们小区住着有 23个国家的人 不算中国人 外国人就有23个国家的 这还是某一个时间点 也许更多 是吧 所以理论上他都可以参加呀 他又住在这 你不能回答问题吗 你 你的名字是国家机密吗 结果这你科长急了 说 他怎么说的 我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是吧 我觉得匪夷所思呀 是吧 你有什么可怒的呀 不明白哈 当然我也没搞成功 最终啊 我虽然把那垃圾楼给阻止了啊 说实话 给我们小区挽回了几万块钱 几亿吧 损失我一点没吹牛吧 是吧 这家家户户 如果建了垃圾站 那周围什么环境啊 你的房子 你不得掉件吗 对吧 这都无所谓啊 过去的事了啊 完了之后 嗯 我后来搬走了 搬走之后吧 我这人有一毛病 我特别怀旧 啊 然后呢 我回到旺京 在旺京住了六年啊 我也经常回去 当然还有一些事啊 因为我的房子还在那 出租啊 等等的 哎 有一次在公园 反正那边有一个 北小河公园 和一个望湖公园吧 可能在北小河公园 我碰见这 这黑白混血 这这大老美了 这哥们 他又向我传教 让我信基督教 哎呀 信基督教 我不反感 是吧 但是我没时间啊 我始终相信 有神存在 是吧 这个神可以 命名为上帝啊 是吧 我认为有神存在 不然的话 你解释不了很多现象 对不对 人还是很渺小的 应该有所敬畏吧 最起码啊 三尺之上 有青天 三尺之上 有神灵 所以我还是承认的 但是他让我信教 我没时间嘛 他还送给我一个 什么小册子之类的 啊 反正这人还行 那会儿我们搞业委会的时候 他还说 你需要不需要 我给你找外媒 他说他认识什么 美国之音啊 什么CNN 反正驻华记者 因为可能在北京的 呃 那个美国人圈子吧 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 可能一两万人啊 当然他可能是 原来是西北航公司的 不知道 反正他认识啊 这都是我猜测 然后 但是我当时想 因为当时国内的媒体 就在北京的那些报纸啊 广播电台啊 包括网站 有很多的报道我的事了 如果把外媒掺和进去 我觉得 说实话 我有点害怕 我觉得怕有危险 是吧 呃 因为分什么事 分什么人啊 我考虑 我不知道 我不需要 所以我也就谢谢他 啊 他又靠来介绍我基督教 我也没入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这个人很好的 很好 反正他的目光里边 有一种坚定 也有一种单纯 可能我们中国人的眼神 是非常复杂的 是吧 就像当年 我后来又竞选 居委会主任 我想当居委会主任 呃 然后呢 有些邻居就支持 啊 好像 八个小时吧 八个小时 大概不是一次啊 加一起八个小时 就有六百多邻居 签名支持我 呃 但是有的人就说了 啊 谁当都行 我觉得这种话 说出来 还不是说 我不 不同意你 我不支持你呢 这种话就是屁话 因为很多中国人 就是这种模棱两可 两面派 齐强 这种态度 最后不就是臭流氓 欺负你吗 你选择一个臭流氓啊 你拿臭流氓有招吗 当臭流氓已经成事了 他已经有优势地位的时候 你拿臭流氓有办法吗 是吧 所以这种人我觉得就像蝼蚁一样活着 所以最终吧 我还是离开了望京 呃 我这个人在北京也多次的更换居住地 我每换一个地儿 我都不白待这几年 因为我会从这中间我得到经验 得到教训 真的 人活着吃亏上当啊 这个受到一些挫折 没关系 但是你别犯傻 你要善于总结 是吧 在这当中得到了什么 失去了什么 什么是需要坚持的 什么是可以通融的 可以放弃的 对吗 哈哈 哎 反正 我吧 也挺奇怪 一个土生土长的汉人 可是呢 好像是有一次听到内蒙古 有个旗叫乌拉特旗吧 乌拉特旗的那个民歌 哎呦 我眼泪就刷刷的流 挺奇怪 然后还有一次听到新疆 一个哈萨克族的一个乐队 叫江阿湾 江阿湾 有人说叫新歌声 他们是新疆为数不多的 呃 不使用汉语 他们用的是哈萨克语来唱歌的乐队 因为整个新疆才一百多万哈萨克人 是吧 新疆可能两三千万人 他们我也认识在北京的那个新疆乐队 哈萨克人什么的 我还请他们吃饭什么的 呃 在北京他们都新疆的调 但是用汉语表达 这也没办法 因为汉人是汪洋大海 你哈萨克人才几个呀 对吧 所以他们各有坚持 但是我说的是 我第一次听到这哈萨克人 江阿湾乐队三个人 用哈萨克语唱了一首歌 我当时真的 我那个眼泪哗哗的流啊 我不由自主的眼泪流下来了 我觉得有一种特别 能够穿透人心 具体的说穿透我的人心 穿透我的大脑 我的情感的东西 表达不出来 是吧 当时我是不会说哈萨克语 现在我会说简单的啊 我也大概有500个单词量哈 哎 就是这种东西 我是一个很善良 也很多愁善感的人 当然啊 不代表我就是书呆了 我也有时候也犯魂 啊 有时候也犯糊涂 也有人的一些弱点 可是我觉得最起码我真诚 是吧 我真诚 我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是吧 我不跟着装 装才活得累呢 就很多中国人啊 一旦陷入装 啊 当装甲 一旦呢 开始攀比 就累了 人啊 一定就站在自己的立场上 结合你自身的条件 来决定你的言行 真的别给自己整累了 是吧 年轻的时候呢 说点大话 说点瞎话 是吧 这个有点虚荣心 可以理解 但是要一辈子这样 就完蛋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